这里的盖字是虚文 古文中常用比如福什么什么 盖什么什么 就像上书上的约若等等都是 推行白话文之后 有些人说这些字很讨厌 是毫不相干的字 其实很有关系 我们平时说话也经常会发出 哎 这个 等等这种口头语 要做文学研究 这些字对于行文的气势 是很有作用的 如果用得好 更能够充分表达语义 虚子在文学中的地位 有一个很好的近代例子 清朝的皇帝退位 清代的皇帝退位 龙玉皇太后 也就是宣统皇帝的妈妈 那篇退位文章 也是历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据说是当时南通张壮远 张俭的手臂 文章中本来是没有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 共和政府这句话 而是袁世凯 唆使左右的人 设法加进去的 这篇文章 是清代 两百多年的皇朝 最后下台 一居功的时候 对全国人说的话 如何说法呢 尤其这最后一句话 该怎么个讲法 就是最后怎样下台 这篇文章怎样结束 这可真难 而他最后那一句话是 其不异于 四个字 是毫不相干的 完全是虚词 但是在文章的气势上 意识形态上 非常重要 据说是某太史 加了这四个字 做结尾的 叶侠安记载的 辛亥宣布共和前 北京的几段一文当中 有这么一段说 迅位之兆 张金波早令人拟一稿 同人嫌弃冗长 交予于修正 予以为时尚早 密藏一代中 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后 方拟洞笔 而南方已逆好一稿 垫至北京 遂由某军修改定稿 此稿末句 岂不易于四个字 文系某太史手笔 于甚配之 改舍此四字 无可收杀也 这是参与歧视者的记载 是可靠的 也正如他所说的 这四个无实质 不相干的虚字 在结束文章气势上 是很有作用的 很重要的 为了使大家能够体会到 这个虚字在文章中的作用 而且这也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 现在附入下来 供大家去欣赏领会 朕亲奉龙玉太后一职 前因民军启示 各省响应 武下沸腾 生灵涂炭 特命袁世凯潜员 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 一开国会 公爵正体 两月以来 尚无确当办法 南北魁阁 彼此相知 商措于土 事禄于也 土以国体一旦不绝 故民生一日不安 仅全国人民心里 多倾向共和 南中各省 既倡议于前 北方诸将 已主张于后 人心所向 天命可知 于义和人 一性之尊荣 服赵民之好恶 用事外观大事 内审于情 特帅皇帝 将统治全宫之全国 立为共和立宪国体 敬畏海内 艳乱旺志之心 远携古圣 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 前京资政院 选举为总理大臣 当自新旧代谢之际 宣布南北统一之方 即有袁世凯 以全权组织 共和政府 与军民协商 统一办法 总期 人民安措 还与一安 仍和汉满 猛回藏 无足完全领土 唯一大中华民国 于宇皇帝 得以退除宽衔 悠游岁月 长寿国民之忧礼 亲见智治之告成 岂不易于 亲此 由此可知 对文字 有时候也要注意 尤其在外交上的文字 乃至写一封信 与正式外交有关 每个字都要留意 虽然文字是雕虫小技 但如同雕图章 雕了一辈子 不一定有几个能够成为艺术品 文字也有如此之难 这是说到 盖字而引申出来的一段话 这个盖字 有时可作 因为来讲 一件事先说结果 再说原因时 都先加一个盖字 那这一节话呢 孔子是说 有些人自己无知 一切不懂 却冒充内行去做了 他说 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所以 大家要学孔子 出去做事 做领导者 不懂就是不懂 中国讲领导学 真正的领导者 便是善与用人 不一定自己懂得多 比如汉高祖 他又懂哪一样呢 他的长处 就是能够坦率承认 自己什么都不懂 最怕的是 自己认为什么都懂 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作为一个领导者 最好的办法是 自己即使懂了 宁可说不懂 诸葛亮 本来什么事都懂的 他为了极思广义 仍然请教别人 以能问与不能 这是最聪明的办法 可是人有一个毛病 懂了以后 一定喜欢表现出来 这两种态度 做学问可以 真去做事就不可以 是大忌讳 至少自己会很辛苦 上面太能干了 下面就无人才可用 下面有才干 也发挥不出来 因为对部下 骂了两次笨 第三次 部下有了好的意见 也不敢说出来 都唯唯诺诺 领导人 就带自己辛苦了 这还算好 最讨厌的是 不知而做 自己不知道 又硬冲内行 那就更严重了 千万不可犯 这样的错误 不但如此 孔子还告诉我们 多闻 择其善者而从之 这个闻字 包括了多读书 多听 多问 所谓学问 学问 一边要学 一边要问 要多请教人家 多听人家的意见 当然 听来的不一定都对 还要有所选择 对好的见解 就要采纳 紧听还不够 要加上经验 所以要多见 还要亲眼看见 读历史的人 如果没有经过 相当事实的体验 读了历史 也没有用 最多不过是个书呆子 比如说 讲如何当领导人 理论很容易 但一定要在一个单位 哪怕是小单位 做过当权领导人 才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要多见 多亲自经验体会 而且还要用心记下来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这样才有用 这两句话合起来 多闻 择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致之 知之次也 这是求知是学问的 第二等人才 第一等就有天才 反映灵敏 比如历史上 很有名的故事 张良 为什么帮助汉高祖 他最初 自己要出来反抗秦始皇 行刺不成 最后遇到刘邦 有人就问张良 为什么愿意帮助刘邦 张良说 我所有的意见 别人都不懂 只有刘邦懂 所以愿意帮他 刘邦也的确 有当领导的天才 像韩信 有一次不出兵 派个人来见刘邦 要求封韩信 为贾王 就是三七王 刘邦一听 气了 桌子一拍 正要大骂 张良 张良 陈平 在桌子下 踢了他一脚 刘邦本已骂出口了 他妈的 可是 被他轻轻一踢 立即改口封了 他妈的 要封 就封真王 还封什么假王 于是 封韩信 为其王 从这件事看 张良 不用说话 轻轻踢他一脚 就懂了 可是像我们 别说轻轻踢一脚 就是把屁股打烂了 还是不懂 历史上 这类事多得很 有的人 的确是聪明 所以 孔子说 第一等人 是天才 既然不是天才 就要学问 来弥补 自己不是天才 又不肯求学问 就是不知而作了 那就完了 不是天才 学问怎么来呢 多听人家的 多看 多经验 多跟人家学 这就是 知之 自也